对于美尼博主而言,夏天最可怕的是什么? 当然是辛辛苦苦做的史莱姆都化成水了,心痛到无法呼吸啊! 尽管都融化了,还是仙气十足,牛汁在地方丢汁可惜啊! 我们就试试把这些沸泥来个改头换面,把水水全部集中到一个大碘盆里。 最后这一块果酱起泡胶融化的程度还不算严重,就是超级的粘手,直接上小爪抓搅合吧! 先不加成心水,直接把粘土放到泥中搅拌,感觉自己在洗一件衣服,这个时候已经粘土响了,太拉眼睛了,原本以为加粘土就能救回这些假水,现在看来是失败的。 只能加成心水继续盘一会儿,现在的手感已经回复正常了,柔软而不粘手,泥中除了有点点咯咯哒哒,没别的毛病,戳起来的声音很清脆,拯救之后的泥搭帐篷也是毫不费力的,起泡效果也不错,明显真大很多。 现在我最好奇的是,这块泥密封三天之后,是变成棉花泥咯还是冰箱泥?小开啊能说说会变成什么?最后记得拖去小星星哦!我们下期见! 乌云,你最喜欢环珠格格里面什么人物?福尔康,死威! 那你觉得柔嬷嬷怎么样?柔嬷嬷爽啊! 怎么个爽法?能发泄! 男的不喜欢他扎人的感觉吗?今天要扎你吗? 咚咚咚,今天就让你扎个够!小虎儿,胖! 这啥呀?今天我们来玩扎气球的游戏,其实它也是盲盒啊,每个气球里面都是一种做泥的材料,你看上面都有一些文字,也就是一些小提示 来吧!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个这样的搅拌盆和搅拌器,你想,第一个猜哪个气球?黄酸!上面写的是白麻麻,你猜里面是什么? 白色粉,小心点啊!这么扎的 诶?漏老师? 我觉得有代理,白麻麻,其实里面是淀粉哦! 那第二个就选蓝色的,上面写着越叶越美丽 这是我们这种叶猫子特别适合的词,是你叶猫子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来吧!那你猜是什么?叶明珠! 这啥呀?这是夜光粉 还要去,刚才那太刺激了,不吃不吃的,换一个 紫色球写的是最深梦死的 这个是你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这一看着红酒啊 嗯,猜对啦 这么说不得蹦一点 这个也小心一点 还好,还好,还好 你看 刚才刺不刺激啊 哎呀,下雪,真的是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 最闪亮 最闪亮 这个你知道什么吗?很简单 这个还看不出来 你看,镜头还这么看着 对,就是非常非常蹦银蹦银的亮片 给大家看一下 哇塞,一片雪红色 你扎吧 好吧 我已经害怕了,现在由我来扎吧 却它不可,这肯定就是浇水了 来 啊 啊 一丝就破 可是 后面球这有啥子猜的 就是都我吧 其实这里面就是卫生纸啊 哎 啊 哎,咋不破 已经漏气了 只是没爆而已 好吧 看 这是纸巾,我们把它放到碗里 非常非常奇葩的一盆 东西 然后我们看看用它能做成什么样的泥 我以为你来搅拌呗 我现在那个 经魂卫生纸 我搅拌东西 大家准备清楚 常来不会成我呢 搅拌很简单 搅拌这壶还是我来吧 我比较专业 哎妈呀 干搅子搅不动 好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加入成心水 哇这一盆真的太奇葩了 既有红酒 又有淀粉 像一个那个草莓的糯米团的 对啊,最后真的还做出了一块泥 哎 我觉得它有点像草莓酱 还挺奇葩的是不是 要不然来玩一下 叮叮 就这么玩 OK 就到这里吧 今天 那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捡气球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关注 假假假玩乐 那么我们就 下期再见 我是乌云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黑乌云 我是你们的家姐姐姐 家姐 喜不喜欢去大海玩啊 我超爱大海 但是去大海你发现每次都有个问题 你每次玩完之后在沙滩上走然后 扎满了沙子特别的不爽 对黏乎乎的 好 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东西 你肯定会喜欢 什么东西 神奇的沙子 这个叫做神奇的沙子 不湿沙 永远都不会湿的沙子 颜色还都挺漂亮的 对 少女粉 鸡老子 原良绿 他这个沙子科尼挺粗的 跟我们海边的沙子有点不太一样 你知道这个沙子为什么叫不湿沙吗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表面经过一层特殊的处理 有一种神奇而魔幻的东西 把他与水隔绝 他出生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五星缺水 这辈子不能跟水结缘 所以他到水里面之后才是一粒的小沙子 不会融化 也不会粘手 好咱们先玩一下这个干的手的手感 好不好 这绿色好厉害呢 这个手感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海盐 科尼是比较粗的 那么干的玩就差不多了 咱们放到水里玩一下好不好 好啊 那我们现在玩这个原谅绿 你们看这里面看起来像一坨一坨的 就是一点都不像那种干的那种沙子对不对 哇好神奇的感觉 好神奇的一种触感 然后把它捞出水面 都 马上就变成这种非常干的状态了 就是说在水里它可以变成一团一团的 但是它只要浮出水面 好人吧 来吧咱们把它捞出来 然后换着其他颜色看一下 哇终于把那个绿色捞完了 好辛苦啊 来吧 咱们到第二去 粉红色 少女粉 嘴尼握得有点像泥巴 但是一排起来遇到空气它变得很大 这不就是爱情吗 抓得越紧 扭得越快是吗 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这爱情 这小粉丝也终于装完了 真的是 玩的时候几十秒 装的时候几十分钟啊 我们之前经常玩大混泥 那我今天想把这些沙子混在一起 那我们试一下呗好不好 干杯 干杯 来一起倒进去 红水绿 开始了 开始 我怎么感觉冒烟了呢 是不是启发又化学坏了 哇真的超美 你发现没有 没感觉冒烟吗 我拿来看一下 超美超美 还有点粉光你看看上 有那种散光那种感觉 对对对 有点像珠光的感觉 我来试一下 搅拌一下 开始来混呢 他俩互相都没有啥感觉好像 对啊颜色就是不会混在一起 但是你还是能看出来 红是红绿是绿 对 这不就是爱情吗 两个人相拥在一起的时候 还保持着彼此的自己的个性 还没发现我发现浑浑浑居然有 其他颜色的感觉 我就不止这两个颜色的感觉 他因为 两个颜色之后加了水 他有可能有那个光的那个散色 但是我觉得混上去 不是很好看的 颜色变得不鲜艳了 对不对 变暗了 对变暗了 终于爱情了 牺牲了自己的光芒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乌云峰呢 我发现最近他犯花痴 那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喜欢 其他什么新奇玩具的话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那么下期见 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下子姐姐 大家好我是 海湖的浮云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 动力沙 动力沙它既有沙子的充散性 但是又具有一定的造型能力 有一定的粘性 所以玩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解压 然后今天我们挑战 用这种的模具 来给动力沙造型 最后呢 我们会把动力沙 跟这个纸粘杵 它 混合彩 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哇 动力沙 赶紧开始吧 先把动力沙放到桌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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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像 东苏姐的月饼 是什么 抹茶味的月饼 今天就让你感受一下它的治愈性 来吧 来 来了 谢谢 分月饼了 分月饼了 这是不能吃的啊 什么样 爽不爽啊 超级解压的 它完全不会像沙的那一切就散掉 对啊 因为它只有有一定的粘迹 所有人是那个 现在用模具来玩动力沙 小心当我爱梦到的英雄 大风展示啊 好 真是 然后我们都把它压紧 然后我们都把它压紧 那我就杀了一鸟 这个多爱吗 我们把它扣到桌面上 三 三 二 一 走 好 什么都没有 我还以为这个能够了 哈哈哈哈 看 算是条 哈哈 从来扣的时候 我们要使劲地往这边扣 三 二 一 走 你看我的 要没起来 这气势都白下了 真的 你先换 好 诶 诶 可以了 要开赛中是吧 好 又是半只鸟 耶 你的鸟翅膀都折了 可以了 就把你赢了 哈哈哈 把腿给撒了 我这是 你是在切菜吗 看我切了 这 176 你这个做厨师诶 那我们这次挑战更难呢 哈哈哈 刚才简单都没走出来 那你玩天鹅吧 玩这个螃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海小 嗯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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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次挑战失败 再见 哈哈哈哈 把它上个颜色的东西 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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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像马卡龙的颜色 挺好看的 来吧 我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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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仙女善花的感觉 那个 小女善花 混起来挺漂亮的 先拍个光明 好 我们先把混起来吧 不如你发现没有混了 之后变成这种绿色了 我们现在加上这个纸粘土 咱们加在一起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海藻泥 来看看 就是没有办法拉丝 有一定的粘性 紫色 今天的东西下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新的玩法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 忘记我们今天失败的这个模具啊 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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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